這個東西應該是有一臺灣人民來決定 像吳敦英說他也愛中華民國 也愛台灣 也愛一個爸爸 一個媽媽 表示這兩個不一樣的人 所以才會作惠 所以才要連結臺灣 所以中華民國在那間中絕對不等於臺灣 我對我這個老董事吳敦英說的 沒什麼人不宜評論 因為他作為國庸執政選議會說那麼多話 他說的不重要是馬英九說什麼話 馬英九表示什麼台頭 今天馬英講尊重 你自己看中國事務 馬英九幕僚說馬英九從小就很愛國 當他想到美國批評臺灣的時候 想到當時退出聯合國 他眼淚就要流下來了 馬英九他也認知到說 這個祖國要統一越來越謠言跟夢幻 所以他認同臺灣 真奇怪 這是他的幕僚出來講話 所以國民黨現在要統計 所以蕭萬長先生是副總統郝選人說的 中華民國就是臺灣 現在策略在變 現在趕快把它包裝 馬英九也知道 所以馬英九也有支持 馬英九也有支持 說才公道要下去了 所以現在廖峰德主發會開始在推動 後禮拜中上會就要統計什麼 用國民黨什麼外國下去了 所以這台主委 台灣觀眾你來注意 馬英九會說什麼話 他現在說認同臺灣 他說現在知道要統計 目標是謠言而虛放 這句話我們要再證實一下 請問我要跟大家說 今天吳敦毅也說 我剛才說臺灣是我的母親 吳敦毅今天也說什麼 臺灣像媽媽他會愛 但是還有一個爸爸 中華民國 對 可是他說兩者都愛 既然臺灣像媽媽 他兩者都愛 為什麼以臺灣之名 加入聯合國 今天他國民黨 他主的這個公審會 不愛給過 我要請教 裡面有一個你的主發會主委 廖峰德 其實吳敦毅這個話邏輯不同 什麼叫做中華民國像爸爸 臺灣像媽媽 那爸爸媽媽不就是同一個人嗎 那難道你的爸爸媽媽是同一個人 然後有兩個分身嗎 對 所以我說他這個邏輯不同 當時我跟臺灣像聯合國 我注意到一句話 他說 媽英雄說祖國統一 我沒有說 他就是統一 統一 我想說他的祖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怕死人 我覺得國民黨今天這個動作 其實 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他這個公審只有一天壽命 其實很簡單 他不想要講道 他只是放一個煙霧彈出來說 我也是愛臺灣 愛臺灣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所以台灣人民不要叫民進黨騙去 國民黨也很愛臺灣 但是國民黨愛臺灣 不是用你民進黨的方式你愛 我是用中華民國的方式在愛臺灣 好 我們說 公道是臺灣人民直接的權利 他現在給我們剝奪 我們現在要再說 變成總統是臺灣人 他647萬票選出來 大法官也說 他有國家機密特權 他不用接受法律的訴求 結果說 這樣啊 發言的這個國家機密的政務 我要拿回來 這樣不准 而且要繼續審 我要說是說 到底發言對這647萬票 是把他當作誰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我們先來看 大動作發出新聞稿 強調陳瑞仁檢察官取走資料 沒有獲得總統同意 總統府一直等到大法官解釋文 判定總統有國家機密特權 才主動出招 要求地院五天內歸還相關證物 總統在享有憲法所保障的 這一個國家機密特權 這個國家機密特權 是高過於現在的國家機密保護法 依據法院組織法第86條 有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者是善良風俗的 妨害的這樣子一個情形之下 那法官可以裁定說 這個不公開審理 現在是大法官 他剛才利弘說的 最高的權力是什麼 人民的權力 直接民權公投 再來的是什麼 大法官 大法官再來什麼 法院 結果現在說 大法官解釋了 他也沒辦法 人民公投 他也沒辦法給他 我要請教國動相 這個怎麼看 大法官的該水根本就沒人在信到 我現在懷疑大法官沒辦法政黨比例 有一天我們的修法 法院裡面也有政黨比例 哪個法庭 自己掛一個褲子 自己去驚討 你去驚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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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官解釋 行政機關沒要聽 這麼多勢 我慶責的記憶都有 現在是要看 這個事情 為什麼我們的修法 讓人不遵重到這種 如果大法官說的 有的改水憲法是這樣 你反應沒要準手 你後來反應 看我人民 人民台準手還要準手 我們也記住 你怎麼看 你怎麼可以不聽 大法官改水 不過我們再說起來 怕你是不是大邊總統 你作簡制服 我怕你看到暗部 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實在想到 那時候 大邊總統你聽到 幫你保障 你自己要標示 說你是清白的 一些気候 你做甚麼 你做甚麼 你給我們 你還有一個 我不會馬上 你 爹 你 我